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与中华文物艺术拍卖协会共同企划制作 欢迎收听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以拍卖官亲身经历的故事 来贯穿整个节目的内容 落水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也是他们的故事 那么今天的节目 我们继续来谈谈珠光宝气贵气上升 我们邀请了佳季珠宝的CEO林佳瑞 佳瑞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好一下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佳季宝石公司执行长林佳瑞Kenny Kenny老师其实沉寂了他的父亲 佳季宝石 那么一路走来 其实他本身除了是佳季宝石的CEO之外 他同时也是宝石的鉴定师 而且其实我去参观过佳季珠宝 看到里面有好多的您这边的收藏 其实是古董珠宝 那我就想到在2022年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新闻 那就是英国的女王她去世了 所以那时候大家很多的新闻都很关注 这个女王的私人珠宝 到底会去向何方 那我们知道她有很多的珠宝 都是属于古董珠宝 都是代代的传承 那当然后面结论就是女王的珠宝的权术 交给凯特王妃她来做继承 那当然我想这个女王这边 这个皇室有很多珠宝的故事 可能大家很多在媒体上 都会看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那嘉瑞老师可不可以也聊一聊 像嘉际珠宝在接触古董珠宝的 这一个收藏的部分 您本身有特别的故事或机缘吗 延续刚刚你讲到的那个英国皇室的珠宝 其实我们现代人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在古代 不管你再有钱 你都不能戴珠宝 你会看所有的珠宝 都是从有皇室的国家开始的 不管英国法国甚至俄国 或是比利时 都是有皇室包括日本 那因为珠宝是贵族的象征 只有贵族才能戴珠宝 可是现在人 你知道有钱就可以戴珠宝 甚至你可以有幸运买到好的古董珠宝 甚至可以买到皇家的珠宝 所以现在人 你不用是王后 你不用是国王 你就可以戴到皇室的珠宝 那以台湾来说 在经营古董珠宝这个领域的人是比较少 那我们比较有因缘忌讳 就是大家会知道珠宝其实都是犹太人的世界 那我1995年到纽约的GI念书 然后那时候也刚好 跟我爸爸一起有合作的犹太人 他们就是一个传承了到第七代的 一个很老的专门经营古董珠宝的一个公司 那时候我在纽约就可以常常去跟他们做交流 那我们才慢慢学习到古董珠宝 不管历史或是各方面的传承 或是怎么样去鉴赏 怎么样去辨别 因为毕竟珠宝是属于西洋人的东西 跟我们中国古董不一样 所以是要需要从头的学习 那有点很有趣的是 因为在早期古董珠宝那个年代 他们是没有科学仪器可以鉴定 所以他们常常就是用颜色来判别 红色就认为它是红宝 红宝石蓝色又蓝宝石 所以反而会有一些简陋的机会 那大家就觉得怎么可能会简陋 因为我们配合的那个犹太人 他们的家族就曾经捐赠了一颗红色的钻石 给了那个华盛顿的史密松林博物馆 然后里头有非常多的宝石 那为什么是红色钻石 因为他们当初当古董珠宝买的时候呢 卖的人是跟他讲 我这个是一个红色的石榴石 那价钱是差非常多 天啊那价钱差很多 红色石榴石可能只是几百块美金 一个红色的钻石是上百万美金 所以他们为了纪念这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就把它捐给了博物馆 那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英国皇室啊 会出来不管皇后的皇冠或权杖上 有很多很大颗红色宝石 当初他们也都以为是贵宝的Ruby 就后来经过科学一期鉴定 他们很多都是红色的尖金石 Spinnel 所以就是说在那个年代 没有科学一期 你也有机会会买到西式珍宝 对 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定义 什么叫做古董珠宝呢 因为一般如我们以文物来说 通常都要古董文物 不管中国像都要超过一百年 我们常常叫做Antique 对 可是因为珠宝的历史是非常的短 所以如果要超过百年 那就没有什么珠宝可以称为古董 所以我们现在会把它定义是 1850到1950 这一百年间的东西 那有的人就认为说 那英文就不能用Antique 所以他们外国人会讲 我们是做Vintage Vintage Jewelry 那就是会涵盖到1950为止 所以如果家里有阿嬷或是 曾祖母留下来的 也可以是古董珠宝 可以回去翻翻看 OK 好 那所以呢 古董珠宝的年代的定义 跟我们一般认知的古董文物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那我就记得 其实我自己本身 还有另外一份工作 就是在中华民国画廊协会 我们会办艺术博览会 那么艺博会 曾经我们有两年 跟一个非常知名珠宝公司品牌合作 那就是熊妹 那我就记得 我也是看到我们佳季珠宝 也有收藏一个熊妹的皇冠 而且听说这个皇冠 嘉瑞老师 您还受邀到北京故宫 去做展览 要不要聊一聊 您收藏着这个熊妹皇冠的故事 其实如果讲熊妹这个品牌 我们就要先从它的源头讲起 它应该是法国最老的一个珠宝品牌 那它哪里赚到第一桶金起家 就是我们如果到罗浮宫 会看到一张很有名的油画 叫做约瑟芬加冕图 就是拿破仑给约瑟芬 带上皇冠的那张画 那张画上面 每一个人都带着皇冠 拿着权杖带着珠宝 可是那个时期的油画 其实就是一个照片的展现 所以上面的珠宝都是确有此物 那全部都是熊妹做的 尤其是以皇冠为主 那他就从拿破仑手上赚到了第一桶金 所以他们非常多皇冠的作品 他们当初要做世界的巡回展 就在寻找他们曾经流落在外的皇冠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在欧洲的瑞士的厂家 买到的这个红宝石的皇冠 那他其实是可以当项链 也可以当皇冠 其实大部分的项链 都是从以前的皇冠倒过来戴 你把它想一下就知道 所以他倒过来戴就变成项链 那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典故 或是故事 我们只是觉得它全部都是缅甸 没有加热的歌血红红宝 很漂亮 然后它有它原来的 熊妹的原装的盒子 可是卖给我们那个长家呢 是熊妹去找它 我们知道你手上有一个 我们以前卖出去的皇冠 你可以不可以借我们展览 他说我们已经卖到亚洲 他们又辗转来联会我们 说我们愿不愿意 跟着他们去做世界巡回展 那第一站就是 刚刚您讲的在北京 隔年又到了东京 301号美术馆 然后第三年又到了摩洛哥 疫情爆发之后 就没办法再巡回展 所以又回到了台北这样子 那那一件东西 因为是他们做的 所以他们有留下原来的资料 也因为我们借展的因缘 让我们了解了 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 是有多么的厉害 哇那要不要讲一讲 有多厉害啊 他是1937年 非常有名波旁王朝的一个 爱丽丝波旁帕尔玛公主的嫁妆 然后她是跟西班牙的一个 阿芳索德波旁西西里王子 结婚的时候 所做的一定皇冠 那因为当初是跟熊妹定制 所以他们就会有原始的资料在那里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才知道这个皇冠 他的前身整个故事 沾岸丸其实他们也有来问我们说 愿不愿意买回去给他们 可是他既然跟我们讲这个故事 我们当然不愿意买给他 原来你看像嘉际珠宝 就是这样子这么因缘巧合 买到了熊妹的早期 她所做的皇冠 也因为戒斩了 了解了这个皇冠 她的身世跟她的故事 而这么珍贵的皇冠 现在就在亚洲 在台北 有一些珠宝 我们看到古董珠宝等等 我又想到这几集一直在谈的 我在看2012年 我们故宫 他展的皇家时尚 东西的珠宝展 里面呢 因为他主要是卡蒂亚的珠宝 西方以卡蒂亚珠宝为主 再讲到珠宝 大家就会想到一个人 就是温莎公爵夫人 要不要让我们的Kenny老师 来聊一聊这个珠宝的故事呢 你讲那个展览 我有去看 那其实卡蒂亚在跟故宫 联合展览的图露的封面 就是有一个蓝宝石抱的叠成 一个很圆 很大颗的蓝宝石 有153.35克 那先从猎豹的凶真故事讲起 其实温莎公爵 那时候不爱江山爱美人 那娶了这个温莎公爵夫人之后 她非常喜爱珠宝 她大部分的珠宝 就是只有给卡蒂亚跟凡克亚宝 VCA就定制 她是这两个品牌最大的VIP客户 甚至在世界大战的中间 大家在打仗 她还在买珠宝 所以也被人家讲得很厉害 那1947年其实 那个时候 温莎公爵夫人的珠宝有被偷 大家想说偷完了以后呢 当然是在做新的 所以这个别人是被偷完以后 要去定制 要做一个更大更厉害的 天哪 这个别针呢 其实在1987年 就上了拍卖 那个是温莎公爵夫人珠宝的专拍 这一件东西是103万美金 卡蒂亚又买回去 所以她才有办法到台阶来占卖 拿出来占 对 不然这个东西原本应该是属于在 私人厂家 温莎公爵夫人的专拍才卖出来 所以这件东西也是非常的特别 那后来卡蒂亚就会以豹为主要的象征 同样的款也做很多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宝石的猎豹别针 所以卡蒂亚她有猎豹的标志 其实是从这个珠宝设计开始的 是从温莎公爵夫人的要求开始 然后做了很多豹的系列的东西 是 了解 那刚刚你有提到就是拍卖 我们要回到古董拍卖的部分 那有一些古董拍卖 在拍卖会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录 可以请Kenny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因为古董珠宝 如果是以零散的单件 那就是会在各个拍卖会 你就会看到0033 可能会出现个几件跟其他珠宝一起拍卖 那如果要讲是一整个收藏的珠宝 古董珠宝拍卖就会比较少 可是如果有都是非常特别 就比如说像温莎公爵夫人的专拍 那它就是一整场 全部都是它的东西 最特别是2018年 有一个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皇冠 也是波旁王朝的 那是波旁王朝的帕马家族的皇室珠宝专拍 那总共100件 全部都100%成交之外 而且很多都是超过很多倍 那总成交是到了5350万的瑞士法郎 跟美金也差不多 就5000多万美金 那它成交了就打破了 1987年的温莎公爵夫人的专拍的记录 里头一件最特别的是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头 珍珠应该是珠宝里面算相对比较价格低 平价大家都买得起能带的珠宝 可是这次拍卖里头 最高价的拍品 落锤价最高 竟然是一个珍珠的坠子 水滴形珍珠的坠子 那你会觉得非常特别 为什么珍珠可以 到底是可以卖到多少钱 它是玛丽安特瓦雷皇后的一个珍珠项链 那它珍珠是一个水滴 像一个水梨的形状 它的尺寸非常大 15.9乘18.3乘25mm 哇那好大一颗 那可是再怎么大一颗之后 你也觉得它怎么能够卖到 卖到这么高的天价 3640万的瑞士法郎 也就是接近10亿的台币 接近10亿台币 那它是从100万瑞士法郎开始起标 原因就是我们一般现在看到的珍珠 都是养殖的 也就是日本的Mikimoto 玉木本发明了养猪技术之后 才有这么这么多的珍珠 那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呢 珍珠全部都是天然的 就是它要很运气的去海里面 捞到一个贝壳打开 要有这个珍珠其实很少 所以在古代呢 这种老的天然珍珠 是比任何的宝石都还要贵 比你想到的鑽石红蓝绿宝 所以包括卡蒂娜在纽约的店铺 整个店面 当时他们买的时候 是用一串天然珍珠项链 跟一个人换来 天然珍珠就跟我们一般 印象中的珍珠是 完全价格是天然之别 因为我们一般的珍珠 可能因为科技新的珠棒 养殖的技巧不断的精进 所以人工的养猪 可能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它的价值没那么高 但实际上天然的珍珠 能够有这么大一颗 又是水滴形的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在珠宝的拍卖里面 但我知道古董珠宝 肯定它背后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包括我们上一集 我在节目的最后就聊到说 海洋之星 我想大家对蓝宝 应该是也很有印象 就是铁达尼号贯穿 整个剧情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古董珠宝 那像古董珠宝 本身都有很多的故事 嘉宾老师 要不要再跟我们聊一聊 有哪些重要的故事 可以让我们聊 刚刚你讲到铁达尼号 那个海洋之星 对 大家很多人看它蓝色的心形 都以为它是一个心形的蓝宝石 媒体上也都这样写 可是它这个宝石 其实它的故事的原型 其实是一个很大颗 心形的蓝色的钻石 如果大家想看到真正它在哪里 可以去到 刚刚有讲到那个 华盛顿死密松林博物馆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博物馆 它有一管是全部都是展宝石 里头就有这个蓝色的钻石 可是它的名字其实是叫 希望之星 它是目前应该博物馆里头 有收藏蓝色钻石最大颗的 为什么它会到博物馆里头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因为曾经拥有这一颗钻石的家族 都好像被诅咒了 不是生病死了 就是全家被杀了 那一直辗转过了好几十年 最后是由美国最大的珠宝商 也是他们所谓钻石之王品牌 Henry Winston的老板 把它买下来 可是大老板也是很怕被诅咒的 所以他就决定 把它捐出来到博物馆 把这个供业放给大家来一起承担 那果然捐出来以后呢 不但它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而且整个公司真正日上 成为美国最大的珠宝品牌 所以真的有蛇才能得 对不对 所以刚刚嘉蕾老师分享给我听众朋友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海洋之星的故事的原型 原来背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古董珠宝 我们在收藏 本身如果我们有幸可以收藏到 历史比较久的这些珠宝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保存它呢 收藏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觉 其实如果要收藏古董珠宝 原则上还是跟我们之前介绍 买宝石的原则一样 你第一个要先看它的主要的宝石 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有价值的 那再过来就要配上它的工艺 因为每个时期的工艺是不同 那大部分比较 我们经手最多的是应该是1920年代 Art Deco的时期 那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 不管保时切割技术也好 设计也好 包括那个时候的风格 就是我们在电影大亨小传 看到的 那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衣服 能够佩戴 如果你更早的一些什么 Art Nouveau 或是爱德华时期 维多利亚 女王时期 很多类型 可能跟我们的服装上 也不太容易搭配 除非你是专门做收藏了 你不想带 那你可以去考虑 更早时期的珠宝 那你当然是要买到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那个皇冠 就是因为它是缅甸的红宝石 所以第一个 你的宝石要是好的 第二个 它的工艺是有 那个时代的风格 再过来 如果它是名牌 品牌 就是我们刚刚讲 不管是Cartier Tiffany 因为那个年代的品牌 跟现在是不同 现在的品牌就是连锁店 那个年代的品牌 其实它是一个工作坊 所以它每一样东西 都是为了客户量身定制 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一件 Cartier的古董珠宝 它不会有第二件 所以你不会有跟人家 撞珠宝的这个情况 那最好 甚至它如果 连原来的盒子都还在 那就更具有收藏的价值 在保存上 其实宝石 它是很久远 所以你也不用怕它 一百年两百年 其实它都跟新的一样 所以就是还是以好的宝石 然后工艺 那最好它有原来的盒子 或是甚至有历史故事 那是求职不得 那是比较不容易 对呀 那我记得 我好像也听过 您本身在地堡豪宅里面 也有办过古董珠宝展 我们那时候其实是 跟豪宅做结合式 因为我们也除了珠宝 我们还有收藏古董 所以我们是进去 它的那个房子里头 请模特来做珠宝走秀之外 还在豪宅里头布置 放上我们收藏的古董 就是告诉这些有钱的客人 住在豪宅里头 要怎么布置 那要带什么样的珠宝 对对对 夫人要带什么样的珠宝 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想象 那我想您在接触 很多的珠宝藏家的经验 其实你本身也就是藏家了 那你接触其他藏家 在收藏珠宝的经验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状况 或是特别的藏家 令你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其实在古董珠宝的收藏 一开始在台湾推广不太容易 早期我爸爸他们在做 其实是很难卖的 因为中国人或台湾人 都有一个观念 他们不喜欢带人家带过的东西 他们觉得为什么 那个好像是人家已经 往生的留下来的东西 可是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觉得 Vintage的东西 不管是设计风格 或是当时的工艺水平 甚至珠宝宝石的品质 因为都没有经过人工的加热 没有经过所有处理 其实他们是比较能认同这种 传世的珠宝的概念 那早期我们到欧洲 或是国外收到很好的 比如说克什米尔的蓝宝的古董珠宝 或是缅甸的歌曲红宝 那早期的客人 他们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很晦气 他就要把中间漂亮宝石拆起来 那个设计不要 然后空的台子再相成新的样子 结果那时候那些犹太人就说 你们怎么这么不会欣赏 那你们那些空台子我们买回来 我们也买回来 后来因为经过一段时间 就是反而这些客人的小孩 他们可能就出国留学 不管到英国或到美国 那学很多艺术很多东西 反而是现在年轻的 新客人喜欢老东西 而且他们希望保持原来的样子 反而让我们找到另外一个 能够保留原来的样子 其实才是对这件珠宝最好的方式 现在反而有一批年轻的客人 他们特别喜欢收藏这样东西 因为第一个他品相独特 不会跟人家一样 第二个又代表你的品位 第三个又有历史的故事 那除了宝石的本身价值以外 他们很够了解这个东西本身 除了宝石之外 他还有文化或是历史的含义 那反而爸爸妈妈还不喜欢他们买 说你买这个看起来 黑黑臭臭 旧旧的 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有古味的东西 所以也让我觉得反差蛮大的 哇真的颠覆我们的想象 我们一直以为说应该是老一辈的 比较喜欢旧的原来的古董珠宝 没想到现在是年轻的藏家 反而对于古董珠宝特别的会去欣赏 那我相信呢 可能他们也是在海外求学的经验里面呢 获得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啊 或者是对这些古董珠宝他们的了解 那最后呢 我们派班会人生故事小礼物呢 我就要来邀请我们的嘉瑞老师 来跟我们聊聊 我们连续三集呢 讲了这么多的珠宝 譬如像说我们讲了翡翠啦 然后我们讲了有色宝石啦 然后我们这一集讲了古董珠宝啊 最后呢 是不是请嘉瑞老师啊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其实您也帮很多的藏家呢 来规划啊 怎么样来收藏 或者是来投资 或者是来鉴赏啊 那您要不要有一个总结 让大家来看 怎么样来做艺术的 或是珠宝的收藏呢 如果讲收藏又兼具到投资的效益的话 那有几个比较基本简单的原则 第一个是 其实漂亮的东西 就是美学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不管是漂亮的珠宝 漂亮艺术品 甚至是美女 大家其实看的眼光都不会差太多 就像林志玲 应该十个人看到 至少九店五个人以上 都会认同她是美女 珠宝更是容易 其实很多珠宝好像学问很深 我说不会 我只要拿十个同样的红宝给你看 你一定可以找出最漂亮的那个 那通常那个也是最贵的那个 所以其实比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刚刚也有提到说 在拍卖的预展去看 就是一个最好学习的方式 已经有比较 就知道什么是好的 那什么是可以值得收藏的 还有一个是种植不重量 我之前也有提到说 不一定要买特别大科拉薯 我是要买品质好的 因为物以稀为贵 古董也是一样 瓷器不是大支的就贵 最贵的是小小的鸡钢杯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以大小来寄 那还有就是 其实艺术收藏 我们还是要尽量磨练我们的眼力 虽然我们是Podcast 没有办法看到东西 只能用耳朵听 可是当你正在买东西的时候 要少听卖的人讲的话 而是多去看东西本身 他不管他的工艺 或是也学习拿起放大镜 看看宝石里头 他的颜色或他的结晶 多多比较 自然就可以得出一个 自己怎么样去收藏 哪一类东西是对自己最适合的 那胡董珠宝是 或是买这些东西也是需要耐心 因为有时候你想买一件东西 它不见得会出现 那买了以后 你也不是要像股票一样 让它一个月或一年以后 它都要增值 因为珠宝其实它最大附加价值 它既不会升利息 也不会发股利 其实就是让你待在身上 然后出去展现出你的品位 让别人认为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才是你最大的价值 是 感谢我们Kenny老师 为我们节目的最后 人生故事小礼物 他就来建议大家艺术投资 那么珠宝投资的一些准则 譬如像说美学是普世价值 那另外的话 要种植不重量 还有艺术鉴赏 除了听Kenny老师说的之外 最重要的要用眼睛来看 然后最后要有耐心的等待 然后要跟您收藏的产品 有一个长久的互动关系 包括了我觉得 是不是好像跟珠宝谈恋爱一样 因为大部分人珠宝都放在银行的保管箱 我都会鼓励我的客人一定要拿出来戴 你多用一天就多赚到一天 所以赚最多的是翡翠手镯 因为每天都戴在手上 我每天就都戴着我的翡翠手镯 好 谢谢Kenny老师 落成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我是佳季宝石公司执行长林佳瑞 邀请您继续锁定我的Podcast节目 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一次与您空中相遇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